更新的两期菲律宾的视频给了观众一个错觉 觉得玛丽拉只有贫民库 当然这不是玛丽拉的全部 贫富差距巨大的菲律宾 有3000买一栋房子的穷人区 也有300万买套公寓的富人区 接下来就跟着阿柯探索玛丽拉的富人区 以及谈人街 欢迎回到阿柯探索玛丽拉的频道 我先来到了距离他们首都东南11公里的BGC区 也就是他们的金融商业区 他们的富人区 大家可能觉得我一直在拍平民库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地方像这种的比较好的区域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逛一下这里 在这里真的跟他们的市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在那边就比较脏乱叉比较吵闹 在这边就变得很安静很干净 哇都是高楼林立 你看这么大的要一滴屏 真的感觉在这里跟在上海没什么区别 哇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些共享的电动滑板车单车 可以看到BGC的意思就是Bonefeso Global City 这里是隔级不计有一个警察的 就这边的治安应该是挺安全的 整一条步行间是很长的 而且什么品牌都有 然后星巴克什么也有 这里一杯奶茶的价格在140比所 点了一杯黑糖灯珠 真的是厚甜厚甜太甜了 然后封着 就是 某单在这里 对现在的亦一的人去 weet准备可以买的房子来自厂的 对,那些资金差不多是同样的 然后,我们的客户是外国人 他们在这里投资了很多资金 对,对,对 所以,你能帮我这些资金吗? 对 寿楼小姐姐事后加了我的联系方式 发来BGC这个区房者的成交价 像普通的一套67屏的公寓 成交价2860万笔锁 相当于当价5万4千人民币一平方 总价364万人民币 与平民区的3800块 有着天然之别 每一个路口这里都有这个无障碍通道的 设计的很人性化 在商场里面吃的价格 像随便一个放这个在500笔锁左右 商场里面的手机都是小米 还有传音 还有华为 这是5万笔锁 对 这个价格是5万笔锁 对 这个价格是5万笔锁 这个价格是5万笔锁 然后送手表再加一个耳机 周边都是一些高档的写字楼 在这里碰到两个当地人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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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软件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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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它是很便宜的 是的 你花多少钱在一月份购买? 五千元 五千元 是的 五千元 大概四千元 四千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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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是什么 准备和富人 他们明白 富人和富人 他们不给富人和富人 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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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安全 我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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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到中处 古典 我认为不安全 安全 安全 小小 你最喜欢的国家 你认为很多旅行 我认为最喜欢的国家 是新加坡 我曾经到昨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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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你想说到观众 有什么东西 在世界上 尝试 尝试 来这边看看当地超市的价格 像这么一盒橘子吧 价格是169笔锁 像六个苹果价格是250笔锁 四颗上海青价格就接近50笔锁了 菲律宾也是香蕉的第二大出口国 可以看到这边这种香蕉是1公斤151 大米的种类是非常的多 像25公斤基本上价格在1700笔锁左右 这边最便宜的虾是700一公斤 还有贵的2300一公斤 这种叫什么鱼啊 价格是480公斤 很多中国的调味料啊 像李锦记的一瓶蚝油价格是在200笔锁 普通的植物油价格是241 两瓶相当是2升 这一条呢就是菲律宾的母亲河 巴石河 前面座座桥梁呢就是中国沿建菲律宾众多桥梁的其中一座 这条河呢总长是25公里 前面就是出海口马尼拉湾 整个马尼拉就是沿着巴石河的两岸所修建的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南边 南边要比北边更繁华一点 过完桥来到西岸这一边就是中国城了 其实早在正和下西洋之前 就已经有陆陆细细的中国人来到菲律宾 这个中国城还挺大的啊 而且非常的繁华 好多人啊 这个餐厅叫泉祭是1940年开的 哇好多人排队啊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我们中泽的东西它把它翻译成太岁嘛 在葫芦嘛 它就是每年都有出的 那是七年在前年的这样子 发成英文了 对啊说英文的 爸爸你会说英文吗 你会说英文吗 都可以了 像什么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它翻译的嘛 这一路过来最多的就是风水店了 风水店也是生意最好的 原来前面是有个casino 我也买了一点 看这些小贩卖的是菠萝加青橘吧 那也是转印之类的用的 当然我买这个不是为了转印啊 就是当礼物送给那些裁判者 没想到菲律宾人还挺迷信的 没想到菲律宾人还挺迷信的 走在这里真的是卖什么的都有啊 非常的有烟火气 没想到贴